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弟兄姐妹同工 大家好 我们一起有点时间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在祢的面前 感谢祢 赞美祢 谢谢祢一而再再而三的 用祢的话语来教官我们 主啊 祢来耕耘 祢来教官 主啊 让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 来接受 来领受 祢话语当中的养分 祢所要资论我们 所要光照我们 所要建立我们的 让我们可以吸收 也可以让我们得着 让我们可以享受 同时也能够让我们承受 祢自己的计划与安排 能够接受 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计划 跟差遣 谢谢主耶稣 保守我们以下这一段时间 感谢赞美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 同工们平安 感谢主 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看 在研究 神怎么样来改变人类的历史 在前面的几堂课里面 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整个历史的起源 是神在设计 安排 主导 神本能放在这个地上 而且在整个设计的过程当中 其实真的 如果没有圣经的启示跟光照 谁又会知道 到底我们被放在这个地上 要做什么呢 就像是唯物论 或者是像进化论一样 就是完全是从物质界的世界里面 来出发 就是一堆莫名其妙的物质就在这里 宇宙怎么产生的 不知道 可能是大爆炸 可能是怎么样 或者是自然 大自然 所以从那个地方 然后我们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步 会出现呢 那可能是石头碰撞 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是产生生命 有水 有空气 有生命 生命以后慢慢在进化 其实它是完全是倒果为因的 它是从一个不可能的地方 一直走走走走到 就好像 怎么会有一部车出现呢 那因为就正好 有一些铁矿 合在一起了 融化了 然后呢 正好有一些铁矿变成螺丝钉 有一些铁矿就变成车壳 然后这因为整个地震摇晃 慢慢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 最后还会有一个生物出来 盖了道路 那就骑上这个车 最后变成整个交通的系统 可能吗 我想这完全是不可能的 那所以今天我们透过神的启示 我们知道人为什么 为什么出现会在这个地上 而且我们也知道 人不是物质界的存在而已 不是人看得见摸得着 想得到的 圣经里面讲到 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 是眼未曾见耳未曾听 人的心想都想不到的 只要你看得到的 还未必能理解 你听得到的 听说的 也未必准确 你能够想象的 充分的天马行空发挥 你最大的想象力 想不通想不透的 想不着的 神所给的就是那么样奇妙的 所以神的启示真的很奇妙 所以刚刚这几堂课啊 我们用很简短的方式 给大家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说实在的 你花几千年的时间 来做哲学性的探讨 来做各种的思想 未必能够想得出来 圣经就是这么简单 直接了当 神的启示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是这样就是这样 所以真理就是truth truth呢 我们中国人都喜欢用玄学的概念 理学的概念 把它推到好像 哇 这个所谓的真理 放诸是海皆准 然后永不改变 然后是玄之又玄 然后是讲也讲不清楚 差也猜不透 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在英文里面的truth很简单 truth就是事实 事实是怎么样 事实胜于雄辩 事实是怎么样 就是这样 其实有的时候事实最简单 真理比推理还要简单 你相信吗 但是只要是真的 有的时候推理推出来 很多是假的 不是真的 所以今天 但愿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态度 圣经是真理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真理是这样 就是这样 我就是神 神就是神 他创造 地上就是真的是他创造 他设计的 他安排的 他定规的 他掌管的 所有的这一切 就是他讲的 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真理 就是事实 很简单 但其实里面很复杂 我们不一定能够完全懂 但至少我们可以知道 可以领受 那如果人不愿意拒绝神的时候 我们就只好花很多的脑筋 用尽人类所有的智慧 试图去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合逻辑的解释 这个叫推理 有的时候推来推去 推来推去 推不出一个什么真正的道理 推来推去 这一条路是无解 那一条路无解 都是无解 或者是听起来很好听 但是事实上还是很可笑的 所以就像早期的人 他们不能够理解 为什么地球是圆的 他们看就是平的 平的 所以地球 没有所谓的地球 我们就是在一块很大的土地上 人就是土地的中央 整个宇宙是绕着地球转 我们人就是全宇宙的最中心点 我们就是最伟大的 人类 所以中国就是世界当中的最中央 所以旁边的人都是蛮帮 翻译 这样 所以有的时候 人实在是需要神的启示 没有神的启示 我们很难理解 很难理解 那打个比方好了 如果我们在这个课堂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之间外面 砰一声 产生一个很大的响声 大家都吓一跳 屋顶摇晃 所以大家就议论纷纷 有的人就说 怎么回事 可能外面出车祸了 大碰撞 产生爆炸 有人说 但是也有可能 是人家放鞭炮 现在的那个鞭炮烟火很厉害 可能是庆典 泽酒 亚马座 放鞭炮这样 那也很合理嘛 因为大家都是有知识 有学问 都是有思想的 另外一个人说 不是喔 现在社会动乱了 恐怕恐怕有恐怖分子 或者帮派恶斗 或者是有人放炸弹 有可能 好像高铁 地铁 捷运的炸弹客 有可能有炸弹了 砰一声 是吧 那有人说 不对啦 不对啦 你们都错了啦 现在是在打雷啦 因为我们在这里 突然之间暴风雨 产生打雷 声响 震动 大家讲起来都很合理 但是呢 每一条路都没有确定 唯有什么 有一个人悄悄门跑进来了 门一打开 谁啊 我是一个记者 我刚刚在现场采访 所以呢 我亲眼目睹发生什么事情 真的吗 结果他一讲 这个事实 就是所谓的真理 真理一出来 就剩余所有的辩论 所有的推理 要不然的话 没有一个人知道真理 没有一个人知道真相 七嘴八舌 大家在据理力争 打雷啦 炸弹啦 放鞭炮啦 出车祸啦 真的面红耳赤 大家都是在提出他的数据 提出他的考虑 提出他的经验谈 但是事实上 真理只有一个 他不是推理 所以很有意思 今天除了耶稣基督 圣经的真理 他可以直接了当地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我所说的 就是千真万确 除此 除此以外 很多的宗教信仰 在讲的都是推理 你多做一点善事 就会好一点 你多做一点坏事 你就坏一点 你会超度 要不然你就会轮回 你会变成人 你会变成佛 或者你比如猪 猫 狗 禽兽 都是悬在那个地方 无限的可能 做了这一切 到最后一句话 你跟佛祖无缘 缘是什么 那个缘 缘分 没有人知道缘分是什么 所以推过来 推过去 推到莫名其妙 推理 人生怎么会这么多苦难 学说佛教的讲法 就是上辈子欠的债 这辈子来还债 那到底上辈子怎么样 没有人知道 但是这一辈子会这样 肯定上辈子有问题 所以那个问题带到这一辈子 那这一辈子活着为什么 为了下一辈子 为了下一辈子 能更好的话 多做好事 如果你现在做坏事 下一辈子就更苦 所以这一辈子呢 一方面是还上一辈子的债 另外是为了累积 下一辈子的credit 为下一辈子做存款 所以人活着 这一辈子呢 现在当下是什么 不知道 现在当下是空的 为什么 是为了过去 为了未来 那问题是 如果连轮回根本都不存在的话 过去是假的 未来也没有 现在 为了没有的 过去跟未来在活 现在也落空了 空空空 真的是四大皆空 全部都没有了 所以很多的时候 很多的人 现代人 或者很有智慧的人 自认为很有思想 但是很多时候很可惜 思想反倒把自己给捆住了 因为自己有做推理的能力 就拒绝了真理 甚至为自己的推理 再做强力的辩护 你也拗 狡辩 雄辩 巧辩 但是圣经不是用辩的 真理 是要用单纯的信心 用心灵跟诚实来相信的 所以今天 但愿我们也用这样子的心态 单纯的来相信 神给我们的启示 从里面找出真理的规律 从里面找出属灵的律 让我们可以掌握这个律 配合这个律 而且顺服这个属灵的律来带领 让我们可以走上 耶稣基督所说的那一个道路 可以行在那个真理当中 可以在那个生命里面 与主有密切的生命的关系 生命的连结 进入到生命之道 生命之道 所以我们以这个基础的态度 来思想改变历史的大复兴 我稍微讲解一下 这一本改变历史的大复兴 的这一个 里面的这个 我们说是目录 目录 透过这一个目录 我们希望可以建立 给同工们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思想一个神学的问题 思想一个事工 或者是思想一个重要的议题 或者是思想一个主题的时候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的教育 或者是基础的步骤 或者是一个基本的条件的要求 以至于呢 当我们走完这一个过程之后 我们所领略的 我们可以比较有更高的一个把握 更大的一个信心说 我们所相信的 是有根有记的 而且呢 我们所得着的引导 确确实实是从神那里来的 然后我们呢 在神的面前 是愿意敞开的 客观的 而且不是主观的 自己去做判断 而是把自己完全敞开 来观看神奇妙的作为 然后呢 明白神的作为 然后呢 用自由意志 整个完全的降服在神的面前 来配合 来顺服 以至于到后来神与我我与神 所以密切配合同行同工 所以我们来检视一下 来看一下这本书的一个目录 这本书总共呢 分五章 五个章节 五个章节 那在第一章以前 有一个序言 那个序言呢 序言大概是描绘了 整个内容的一个轮廓 大概的一个概论跟概述 那这个序言呢 就是天下复兴的意象跟使命 它的内容叫做 我有个普世传福音 福音片传的梦 神给了我们有意象 有感动 有的时候 好像给我们一个梦 而有一天梦尽成真 好像约瑟 神给他一个梦 那这个梦呢 竟然后来都成为真的了 不管是这个瘦的牛 来吃 这个肥牛 就是变成后来的荒年 吃尽了枫年 然后呢 他看到太阳月亮星星向他下拜 到后来呢 他的兄弟来的时候 不认识他 就在那个尊贵的宰相面前复复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的梦 他的梦 到最后 神让他实现的时候 哇 叫人惊得 瞠目解舍 简直不敢相信 而且是喜极而泣 欢喜勇耀 而跳跃起来 这样 所以第一个 我们当然 领受一个意象 我们要 了解这个意象的内涵是什么 去查验 所以 我自己所领受的一个意象 因为我现身之后 神让我有一段的时间 四处奔波 做宣教的工作 我是在一个亚热带地方 台湾出生 到了我25岁的时候 这个之前 我出过这个台湾 就是到金门去当兵 两年在金门 透过金门还可以看到中国大陆 那个就是我的眼界最多 当我高中的时候骑脚踏车环岛 我走了一圈 我说原来 我所在的所谓国家是一个岛 那这个岛不是一个很大的土地 我这样绕外围用脚骑着脚踏车 那个时候 三四十年前 台湾的交通还不是很发达 花莲到台东 有很多的地方是骑骑骑就没有路了 骑到河床里面去了 翻山色林的这样子 但是我走完了一圈好歹 我知道了 原来我是在一个岛上面 这个岛其实就是这么大 那之后呢 所谓的世界都是在海洋的另外一端 我就产生一个很大的向往 我要去看世界 没有想到 神把这个感动放在我的心里 后来真的神带领我 那有机会到了金门 又看到大陆回到台湾 后来当我现身之后 神给了我一个普世宣教的一个心跟感动 而且台湾你可以知道跟联合国跟世界上220几个国家 绝大多数是没有邦交的 台湾的护照说实在 如果要长期居留要出国不容易 那所以 甚至取得签证都不容易 在那样子的年代 神为我开了路 我到美国去 然后在美国受装备 宣教士神学院 宗教教育神学的训练 宗教哲学的训练 让我在美国在那边华裔的人当中 步道建立教会 接触到台湾来的 香港来的 中国大陆来的这些信徒 让我开始对全球各处的华人有一点的了解 东南亚 包含东南亚 之后呢 神在把我从美国带到欧洲 我曾经到了一个很偏远的地方 就是莫斯科 就是苏俄 苏俄 这个莫斯科在往北八个钟头的火车 圣彼得堡 圣彼得堡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 聂瓦河 然后旁边这个黑海 黑海舰队 然后那个可以说是整个 这个苏俄 苏联 欧洲 它是美洲 亚洲 欧洲 三州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福地的一个国家 它是在靠近欧洲的边缘 所以在那个地方 甚至七月多有一个日子 那一天 因为它靠近北极圈 所以北极圈 当北极对着太阳转一圈的时候 24小时 那一天很特别 叫做白昼节 为什么 太阳一整天不下山 早上太阳在这里 中午在这里 黄昏在这里 晚上在这里 太阳在你的头上绕一圈 不下山 那一天24小时 白昼节 你知道 住在那种北国地方的人 下起大雪来 灰灰蒙蒙的 而且夜长昼短 能够一年有那么一天 在夏天最热的角度最准的时候 有一天24小时 完全没有黑暗 他们是狂欢的 每个人走到大街上去 唱歌 跳舞 喝酒 然后彼此庆贺 好像要把所有的阴霾 把所有的黑暗忘记 要永远的活在一个日夜全部 不是日夜 就是白天晚上都是白昼 都是明亮的那种世界里 好像迎向光明的一个极大的盼望 当我在圣彼得保宣教的时候 我突然有一个感触 在《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讲到 这福音 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哇 我突然发现原来我在地极 哎呀 我站在地极了 福音都已经传到这个地方来 我联想主再来的日子已经尽了 主再来的日子尽了 感谢主 神让我有机会走这么多 看这么多 经历这么多 所以到圣彼得保建立教会 在莫斯科 一千万人口的城市里面 五万华人建立了三个教会 然后再发现羊群的挪动 从亚洲 从中国大陆往北 就到了苏尔 再往西边走 就到了东欧 就是成吉思汗 以前打打打打到匈牙利 所以就是匈奴 匈奴打到欧洲跟他们混合 变成匈牙利 所以匈牙利 它有一半的欧洲人跟匈奴 就是成吉思汗 他们的血统 所以他的人种语言都不太一样 所以到匈牙利建立华人基督教会 再发现 哇 中国人往北跑 北欧 南欧 西欧 西欧 就是德国 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 葡萄牙 到那个地方去宣教 在西班牙巡回全国 之后有七年整整做宣教 看到了神在普世的宣教 福音传遍 华人在全世界 跟各个民族不同的种族 之间的连结互动 互相的影响 我常常不禁要去想 除了像我们的古肉之心传福音 怎么跨过古肉之心 去跟全世界产生一个连结 产生一个福音性的树林的连结 所以慢慢的 神让我有一个普世宣教的梦 所以这个是最起初我的一个感动 但是你知道 当你做宣教的时候 你知道华人是很内向的一个民族 华人承受了宣教是 一两百年来对我们的教官 福音撒下种子 茁壮建立起来 但是华人一直到最近这几年 可以说是这可能是十年五年十年 才开始想到要大量的做宣教 才开始对国度 对全球 有一个这样子的负担跟感动 而神也在这个时候才给我们有这个机会 华人一般都是独善其身 至少门前雪 比较走不出去 比较保守 比较求安全 比较不愿意冒险 比较稳扎稳达 比较内向 而且过去说实在的 我觉得台湾的教会 每一个牧师都在讲大使命 但是有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我们没有想通 就是事实上所谓的大使命 他说你们要去 是万民做我的门徒 去哪里 当然是普天下 往普天下去 问题是台湾你根本走不出去 你怎么出去 怎么出去 任何一个地方 你都没有办法生存 拿不到签证 不被承认 你怎么出去 去了又打回来 去都出不去 就困在这个岛上 怎么出去 大使命在那里 我们也在喘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去想到 技术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真的是出不去 那我说 这个大使命讲得很好听 口号很响 是讲假的 讲假的 为什么 怎么出去 你告诉我 你去到哪里 去来去去 还不就是就在台湾的这些乡镇城镇里面跑来跑去吗 所以我真的出到国外做宣教的时候 千难万难 拿着这本护照 不管在欧洲的任何一个地方 很难落脚 中国大陆 你不要看他当时还是很落后 但是还是个泱泱大国 当他们的百姓出去 不管是偷渡也好 或者是整个移民也好 留学也好 他们出去了以后非法 很快都成为合法 那台湾的护照 就永远 永远 永远 受到很大的限制 在那个时刻 所以 有的时候拿到签证 短期的签证 进去宣教以后赶出来 再进去 我就想到 很有意思 所以我们想事情 一定要从属灵的观点角度来思考 圣经里面讲到福音 是从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首都嘛 然后到犹太全地 但是犹太人就卡在那个地方 出不去了 为什么 因为犹太人自认为是选民 神特殊的一个民主 跟外邦人完全不同 分别为胜出来 归耶和华为胜 所以他们看 跟外邦人接触 也是神要纯化他们 怕他们受掺杂 受影响 也不能通婚 然后呢 也不能跟他们太过密切 或者是慢慢他们会同化 所以他们一直保持着 这样子的一个固执 折善固执的一个心 以至于他们跟外邦格格不入 瞧不起外邦 外邦人也觉得很讨厌犹太人 所以犹太人跟外邦当中 好像一个深渊隔着 所以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之后要再出去就出不去了 好像台湾 你把福音传到台湾 要再出去出不去了 为什么 就是有条件 有原因 就出不去 不管是中国大陆的打压也好 或是当时的政治处境 国际的局势也好 就出不去 但是神就让我看见 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还一定要经过一个地方叫做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是什么呢 很特殊 撒玛利亚它就是一个 犹太人跟外邦人的混种 混种就像蝙蝠一样 蝙蝠一样 你说它是鸟类吗 鸟类说你没有羽毛 你说你是动物吗 动物我们在地上跑 我们不会飞 你会飞 你是鸟类 所以两边不是人 当然不是人 它是蝙蝠 除非蝙蝠侠 要不然正常 它两边都不是人 所以撒玛利亚有点像这样子 犹太人说你跟外邦混了种 你不存 出去 不承认你 外邦人说 你明明只有犹太人的血统 你也不是我们的 我们讨厌你 你滚开 因为讨厌犹太人 我们说爱乌及乌 那恨呢 恨乌我想也及乌吧 所以撒玛利亚就变成一个中间地带 中间地带 但是 好歹撒玛利亚它有一个特质 特质就是说 他们两边都有亲人 而且两边的文化他们都熟悉 就好像我们过去在宣教的时候 常常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韩国的宣教是 想要对中国人传福音 但是他们不会中文 怎么办 原来在中国的北方 有一族人叫做显族人 那个显族人 其实就是韩国人住在中国的境内 朝鲜族 但是朝鲜 因为住在中国的境内 变成华人 但是朝鲜族呢 每一个朝鲜族人他们会 韩文是他们的族里面的语言 就像我们客家人 那三地人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就是韩文 但是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 他们讲中文 所以透过显族人 纯种的韩国人 就可以透过显族人向华人传福音 这么奇妙 那所以同样的 福音一定要进到撒玛利亚 进到撒玛利亚的时候 因为他们跟犹太人有同文同种的 至少一半的关系 血缘的关系 文化的关系 他们还没有完全化成外邦人 所以两边都绑着 要不是爸爸是犹太人 妈妈是外邦人 要不然就是妈妈是犹太人 爸爸是外邦人 所以他们两边两头 虽然不到岸 但是两头都有很直接的关系 所以当福音传到撒玛利亚 透过撒玛利亚的下一个 就是跟世界接轨 因为犹太人遍布全世界 他跟各种不同的人 有交接的地方 那个地方就跟世界接轨 所以福音到了撒玛利亚 下一步呢 出去了 如果没有透过撒玛利亚 真的出不去 出不去 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启示吧 用一个提醒 台湾呢 如果说台湾就像是耶路撒冷 就像是犹太全地 那我们要把福音传向 地级传向万民 万国 万主 万邦 怎么出去 是不是我们也得想一想 那我们台湾的撒玛利亚在哪里 我们的撒玛利亚在哪里 是不是中国大陆是我们的撒玛利亚 你仔细想一想 不管政治的氛围如何 不管你怎么去拉这个界限 我们用同样的语言 对不对 而且整个台湾岛上的 许许多多的人 我们真的就是从 原主都是从中国大陆移民过来的 不管是外省人 或者是早一点的 所谓的喉咙囊 福建人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跟那一块土地上面的 中华民族 有千世万缕的 直接性的关系 所以用的语言是可以通的 我们的血缘当中是有关系的 所以同文同种 所以大陆的 电影我们看得懂 我们这边的歌星可以大陆 大陆去作秀 所以同样的 中国大陆的 不管是三字教会家庭教会 我们去做教师的时候 我们去做宣教的时候 我们去做短宣的时候 没有脏牌 繁体制跟简体制 其实很容易就变通了 当我写的论文在美国写了以后 第一版出来的是简体版 中国大陆家庭教会一看 太好了 一印家庭教会 家庭教会自己的印刷厂一印 印了好几万本 就开始不断的散播出去 所以我们可以开始看到思想 台湾如果没有办法直接一步跨到所谓的全世界 台湾 我们只要找到我们的圣玛利亚 在那个地方 我们可以有同文同种 我们影响他们 好像很多外省人 他们来到台湾之后 他可能还有亲人在中国 还有家人在中国 到了后来 现在渐渐开放了以后 每一个人都回去 都去返乡 都去探亲 所以你知道这个就是圣玛利亚 跟犹太的关系 基督教 或者是神的福音 也透过这个方式 可以延伸出去 所以如果台湾的教会真的看重这一点 我们可以影响中国的教会 不管是什么系统的教会 而下一步是中国的教会 会影响到中国的社会 中国的社会一旦有了翻转 中国现在是跟全世界接轨 全世界接轨 全世界进中国 中国人遍布全世界 现在只要我们能够得着我们的圣玛利亚 台湾的影响力 所以下一步就是知道地极了 知道地极 真的 真的 所以这也是神给我的一个启示 神给我的一个看见 好 我们就赶快来进入到这个 我们的这个目录 所以第一个 天下复兴 神要复兴起来 所以当我在做宣教的时候 我深深的感觉到说 华人的宣教设实在是太少了 而且华人所需要的宣教的工作实在 河场太大了 永永远远的工人荒 所以那个时候我还年轻 我很天真 我想着 我要做一件事情 我不是只是到一个地方定点埋下去做一个宣教士 我埋下去是可以 但是我死在那里就是只有那么一点点 但是我看到 往外看去 好大好大的河场 好大好大的河场 我鼓励所有人 传道人 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态 像耶稣说 你举目往去 往什么 庄稼 合场 熟了 发白了 赶快抢收 更多 更多 更多的工人 所以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 我也曾经有过一段的时间 那些木会 你知道木会 木会的牧师的心态是什么 你就要守着自己的那个教会 每一个主人就来看点名 谁来了 谁没来 人数多了高兴一点点 人数少了几个 好难过 所以好像是一只小鸟被关在一个小鸟笼里面的一个金狮雀 很尽忠 很稳定 很好 但是你所能做的很有限 是什么呢 就是天天主人就倒给你那个饲料盒里面 就倒给你几粒米 你天天呢 唯一醒过来 就是在那个鸟笼里面剁步走来走去 然后呢 就是天天在你的那个碗里面去数几粒米 托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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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今天少了几粒 好不舒服 托托托托托托托 很高兴 今天主人多了几粒 好高兴 就是天天在那数那几粒米 但是有一天 鸟笼门打开了 四下无人 我竟然可以飞 出去飞飞看 你出去飞飞看 当你一飞出去 哇 原来天空这么大 而且更妙的是什么 你由上往下一看 哈 不是几粒米 是一整片的稻田 一望无际的稻田 而这个稻田 从这边飞到那边 你脚底下的 你翅膀底下的所有的空间都是米 那个已经不是用几粒可以算的了 那个是用几大片几大批 是成千上万 亲爱的童工们 我要鼓励你 真的 求神开我们的眼睛 我们也走出去 我们又换换心情 不要在那边数米粒了 因为神所给我们的不是那几粒米而已 而是要造就我们 哪怕只有十二个门徒 这十二个门徒也通通都要飞出去 去 你去了以后 你突然会发现 回想 我过去今年累月 关在那个鸟笼里 就是在数那几粒米 而且活在那样子的世界活那么久 现在一看原来 到处都是河场 所以卫斯里约翰讲的真的没错 世界就是我的河场 世界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是我的河场 那个心境你不是再去数米粒了 你是充满了异象 而且去想到怎么去收成 这么广阔 而且这么急迫 然后庄教都发白了 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在无限宽广的天地当中 那需要什么样的动能 需要什么样奇妙的方式 才能够横扫遍野 能够整个收取庄稼 能够进到永生的国度里面 永生的仓库里面来 所以那个时候你会开始有一种开疆 这个辟野的一个雄心大志雄才大略 才可以看到神的眼睛所看的 跟我们所看的确实不一样 我们需要有神的眼界 好 那我只能先讲到这一个起始的这个导论 就是因为这样子 我做宣教 我往前去看到异象 我还退回来 往后方的众教会去分享 去分享异象 去分享需要 鼓励后方的教会说 起来吧 起来吧 我们一起去宣教 很多的教会也很关心宣教 但是那个时候的阶段的宣教 就是说 他们为我祝福 为我祷告的时候 我听得好寒心 为什么 主啊 谢谢你使用高牧师 主啊 求你拆遣他 主啊 求你把他送到很遥远的地方 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远到什么 远到我们都看不到他在哪里 远到我们都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就是好像把你给踢出去那种感觉 我就在想 好孤单喔 这种祝福好恐怖喔 好像以后死了不用回来了 出去就放足了一样 我说拜托停一下 停一下 停一下 教会弟兄姐妹通告 你们改一改好不好 能不能换一换你们的祷告 说主啊 如果你用他 求你也用我们 你先让他去 然后我们随后就到 主啊 我们愿意support 我们愿意支持 我们愿意同心 我们愿意组队 我们愿意出去 我们愿意一批一批的跟上去 哇 这样子的祷告对我来说很温暖 而且很有盼望 但是绝大多数的教会 让我们听起来是很胆战心情的 我们需要改变 需要调整 所以感谢神啊 那我就是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经过了十几年 你知道我发现一个现象 我所看到的异象跟需要越来越大 但是后方跟上来的宣教士传道人 教会所谓有兴趣 有那个胸怀 有那个眼界 有你参与宣教的 微乎其微 那个动力的成长是这么小 那个需要的 是成长的那个需要那么大 我就在想 如主啊 如果是这种脚步 如果是这种速度 再过个十年 二十年 五十年 一百年 两百年 甚至一千年 一万年 我们也追不上 我们也cover不了 到后来我累了 我真的是burn out 真的是透支了 我来回的奔波 来回的奔跑 尽我所能的 嘴巴讲干了 脚跑酸了 我回到神的面前 有几年的时间安静下来 后来慢慢回到神的圣经里面 话语当中我看到 原来神不是透过你的努力而已 神要兴起大复兴 我们要开始重新看见 如果福音真的要骗传 绝对不是人的努力 鼓吹就可以成就了 神要让我们对祂有盼望 祂要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复兴 而且这个复兴是超过我们所想的 是一个极大的 大到一个全球涵盖的全球的大复兴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在天上的福神 所有的需要 所有的感动 都是从神的计划来的 都是从神的护照来的 都是从神的安排来的 主啊能够让我们在神的计划当中 在神的引导里面 让我们开始把自己摆上去 让我们可以跟随主 让我们可以看到 你所要我们看的意向 让我们可以开始想 神要我们想的 我们要跳离我们自己的 原先的环境 而且在我们开始跟随主以后 开始体会自己的有限之后 开始仰望神的作为 神的大能的时候 你要让我们看见的 不只是需要 不只是意向 不只是困难 不只是重担 你有没有看到能力在哪里 盼望在哪里 神的作为在哪里 神的奇妙是什么 而让我们在这个当中 可以达成一个平衡 让我们看见 让我们看见 不管需要有多大 那个重担有多重 神是无所不能全能的主宰 在神凡事都能 而且你要在我们 有所不能的时候 带出一个 在最黑暗的地方 有一个最明亮的诚心 在一个最软弱的地方 在最贫乏的地方 有一个最丰富的供应 在最需要的地方 在最败坏的时刻 教会最软弱的时候 你要兴起一个最大的大复兴 的浪潮 来淹没 来覆盖 来浇灌 来浇灌 求主帮助我们 在余下的光阴 继续的对我们 来诉说 你的心意 帮助我们 从你的话语 从你所留下来的 事迹 脚迹 与神迹 足迹 让我们能够看见 神大人的座位 让我们可以快跑 来跟随你 和你的心意 与你同行 感谢主 赞美主 这样子的祝福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谢谢大家